她被誉为最美周芷若,金庸见到她,想为她改写《倚天屠龙记》的截止。 19岁参选香港小姐,只不于30强,却比冠军还要红。 23岁嫁给吕良伟,8个月后陷进天王黎明的怀抱,出道38年,征服9个男人。 如今年过半百,却截然一身,把自己活成了灭绝失态,是什么让她对男人彻底失望? 今天,十一就来聊一聊周芷若,周海妹的故事。 1966年12月6日,周海妹出生于香港,祖籍广东省广州市。 家里兄弟姐妹四人,她排行老二,父亲的先辈是清朝驻月的地方官,是满族香白旗的瓜尔家市。 母亲则来自香港一个四面黄海的小岛渔村,父母忙于生计。 童年时期的周海妹跟着外公外婆住在小岛上,每天上山下海,自由自在,性格越发大胆泼辣。 在大人眼里,她是家里的混世魔王,也是侠肝义胆的假小子。 家人在外面受了欺负,她都会第一个冲出去为家人出头,连男孩子都怕她。 父亲的邻居经常找来家里告状,说他们的儿子被周海妹打得鼻精脸肿。 直到16岁,周海妹的打扮还是一头短发,戴着一千多度的厚重近视眼镜,穿着宽松牛仔裤。 1985年,父亲看见香港小姐的竞选消息,悄悄为女儿报了名,目的只有一个,让她学习一些礼仪与形体训练。 周海妹硬着头皮参加了港姐选美,她脚踩高跟鞋,身穿蓝色旗袍,脸上是掩盖不住的别扭与违和。 海选时,19岁的周海妹被香港媒体称为让整个香港男人倾倒的女人,但过于跳脱的她与香港小姐的洛洛大方不慎相符,最终止步15强。 落选后,周海妹并没有感到失望,别的落选女孩在后台哭得伤心欲止,她却在后台笑着跟晋级的女孩们挨个道喜。 此时的她不知道的是,自己与演艺圈的缘分才刚刚开始。 因外貌出众,她被TVB看中,招募进了无限第一期议员试炼班。 1985年,周海妹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影视作品《杨家将》,在其中扮演杨家最小的女儿杨九妹。 这部剧被誉为香港无限电池冠,演员阵容不仅有刘德华、梁朝伟、汤正夜、苗乔伟、黄日华这五股将,还有张曼玉、刘嘉玲、曾华茜、赵雅芝等知名艺人。 幕后主创团队包括导演杜琪峰、监制李天盛,主题曲《勇者无敌》则由张国荣演唱。 杨家将之后,周海妹得到了TVB的力捧,戏约一步接一步,戏份也越来越重。 同年,她作为女儿拍摄电视剧《小岛风云》,结识了男主角吕良伟。 彼时的吕良伟已经凭借雪山飞湖和上海滩红遍香港,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。 在《小岛风云》的拍摄过程中,见惯了圈内的美女如云,吕良伟依旧对小自己11岁的周海妹乱了方寸,动了心。 戏中,两人的感情无疾而终,戏外两人走到了一起。 这年,周海妹19岁,吕良伟30岁。 巨大的年龄差,反而让情窦初开的周海妹对眼前这个成熟男人爱得无法自拔。 戏还没拍完,两人就对外公布了恋情。 1989年,33岁的吕良伟在自己生日当天,带着20出头的周海妹前往拉斯维加斯秘密结婚。 后来,回忆起那场在阳光下的求婚,周海妹坦言,恋爱中的男女都是瞎子,看不到对方的任何缺点。 当时她很帅,在圈中又有一定的影响力。 这么有魅力的男人,在中午睽睽之下向我下跪求婚,我怎么可能不动心呢? 婚姻不同于爱情,走进这座围城后,两人的矛盾逐渐开始显现。 吕良伟传统,周海妹随性。 吕妇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温顺听话,放弃事业。 相夫教子,给吕家添个孩子,可周海妹却不愿意。 矛盾越来越多,周海妹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家, 这让吕家人无法接受。 从小就备受宠爱的周海妹根本不会照顾人。 一心只想拍戏的她,也无暇顾及这个新婚之家和身体欠家的公公。 夫妻争执愈演愈烈,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八个月便草草收场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两人直至办理离婚手续时才发现, 当年只是申请了结婚,并没有去正式登记。 因此,这段夫妻关系并不能被法律承认。 离婚后,两人没有就此诀别,而是成为了朋友。 多年后,两人再次同框,笑容里尽是释怀。 在港片的黄金时代,周海妹连续三届, 蝉联了香港地区最受欢迎女主角。 与刘嘉玲、吴启华搭档出演的流氓大亨, 更是成为了当年香港电视剧的收视冠军。 短短几年时间,她从配角走到女主, 也成为了香港TVB的当家花旦。 演艺事业达到了顶峰。 1990年,周海妹与林明主演了一部穿越时空的爱情喜剧《回到未嫁时》, 两人在剧中的亲密互动,看得观众脸红心跳。 一年之后,两人又再度合作了今生无悔。 合作期间,两人经常被拍到一起喝咖啡、散步。 某次,在赶往剧组的大巴车上, 周海妹靠在林明的肩膀上睡觉,被媒体拍到。 两人的绯闻不进而走, 甚至传出吕良伟家暴周海妹, 暴打黎明的新闻。 还没等恋情做时, 黎明的狂热粉丝们便开始了声讨。 周海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谩骂与攻击。 他们认为周海妹配不上黎明, 尤其是她刚刚结婚, 这样的绯闻会让男神黎明有插足之险。 关键时刻, 吕良伟站了出来, 澄清她和周海妹早就离了婚。 面对这段绯闻, 黎明总是含糊其词, 而周海妹也是三奸其口。 直到2007年, 周海妹才重提往事, 艺人的职业就是四处飞, 很容易感情变淡。 我很多男朋友都是因为这样而分手。 至于传闻中的打人事件, 吕良伟多年后才坦诚地说道, 我没有动手, 她开心就放她去, 我是男人, 输得起。 算是默认了这段恋情。 入行以来第一次负面缠身, 周海妹对爱情变得更加慎重。 她将自己彻底投身到了工作中, 她喜欢演戏, 也足够勤奋努力。 在TVB的洗手间, 化妆间和走道里, 都能看见她的身影。 连轴拍戏, 最忙时四天四夜没合过眼, 经常在化妆间倒头就睡。 但周海妹在TVB待着并不如意, 她不想再重复TVB给自己打造的孕女形象, 不想再接演林家妹妹楚楚可怜的角色。 于是, 合同到期后, 她没再释迁。 之后, 周海妹一度陷入了无戏可拍的窘境, 有几个月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, 那是她的人生低谷, 好不容易等来一部好戏, 可是她出车祸了。 1991年, 徐克导演武侠电影《笑傲江湖2》 《东方不败》, 邀请周海妹出演小师妹月灵山一角, 与李连杰搭档。 就在造型定好之后, 周海妹在开车回家路上不幸遭遇车祸, 手脚多处骨折, 最终, 小师妹一角由李嘉欣代替。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, 周海妹遇到了金牌制作人杨佩佩。 杨佩佩喜欢面前这个心气极高, 不愿做穷中之鸟的女子, 邀请她主演古装爱情剧《末代黄孙》, 与她搭戏的有黄日华, 还有周星驰的旧爱罗慧君。 这部剧创下了台湾收视新高, 片头曲是由李宗盛演唱的《鬼迷心窍》。 这年, 周海妹26岁, 正处于颜值的巅峰期, 一双顾盼生姿的眼睛, 浓密乌黑的长发, 也成为那个年代梦中情人的标配。 同年, 周海妹受到王晶的邀请, 与周星驰、梅艳芳、张敏合作出演电影《桃学威龙三》。 周海妹扮演的陈文静是个精神病患者, 有严重的暴力倾向, 喜欢梅艳芳饰演的汤朱迪, 最终被周星星枪杀后坠楼身亡。 作为幕后凶手, 周海妹一个眼神就足以让人毛骨悚然, 这也是她第一次在喜剧电影中挑战女反派角色。 1993年, 周海妹受邀出演张学友《吻别MV》的女主角, 镜头扫过, 风情万种, 媚眼如丝。 1994年, 制作人杨佩佩正在筹布一部古装剧的拍摄, 她想到了周海妹, 于是便有了改变她一生的作品《倚天屠龙记》。 最初, 杨佩佩想让周海妹饰演配角杨不悔, 造型与定装都已完成。 突然有天, 周海妹被剧组告知, 自己不需要演杨不悔了, 她感到不解, 以为自己被其他女演员顶替了, 失落了好一阵, 没撑想, 杨佩佩告诉她, 你演女主角周芷若。 周海妹喜极而泣, 越发重视这次机会, 这是她期待已久的一场武侠梦。 与她搭戏的张无忌是马景涛, 赵敏则是刚反串演完史仙的叶童。 周芷若一诀, 深爱张无忌, 也曾是白月光般的存在, 出尘脱俗, 爱得热烈。 当被张无忌背叛后, 则决绝无情, 显露出的狠毒与疯狂, 让人感到畏惧。 观众集体表示, 这一部《以天涂龙记》, 周海妹满足了所有人对周芷若的想象, 纵使最终周芷若黑化, 人们恋爱的还是她。 她身着衣袭白衣, 发尖竖起高发际, 精致的面袍与眉眼间的阴气风骨天成, 眉间的竹沙纸, 更显妩媚。 金庸对这位周芷若欣赏不已, 甚至想为她改写结局。 如果早知道是周海妹演周芷若, 我就改结局了, 一定让张无忌和她在一起。 后来,《以天涂龙记》有过众多版本, 但周海妹饰演的周芷若, 几乎从未被超越过。 高圆圆当年被选中出演周芷若一角, 也是因为与周海妹的神韵有些许相似。 周芷若一角, 让28岁的周海妹一夜成名, 成为香港女星的代表人物之一。 趁着这股东风, 周海妹重回香港TVB, 拍了好几部经典之作, 《大闹广昌龙》, 《天地豪情》, 纵横四海。 在《大闹广昌龙》中, 她主演的小芙蓉深入人心, 创下无限历史收视记录, 并获得最佳女主角提名。 她那双顾盼多情的眼睛, 也吸引了更多人的追求。 吕良伟之后, 周海妹遇到了富豪吴世荣, 他们毫不避讳地一起出席各种场合。 可天不随人怨, 周海妹突然患上红斑狼疮, 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, 男友吴世荣对她越来越冷淡, 最终两人分手。 渐渐地, 周海妹对爱情没那么渴望了, 她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面对一切。 身体痊愈后, 她选择复出, 可属于周海妹的时代早已结束, 今时不同往日。 从此, 她再也没能演到主角。 后来, 周海妹也遇到过几段姻缘, 但最终都走向无果。 出现在观众视野的最后一位男友, 是比她小七岁的建筑师。 对方是个圈外人, 普普通通, 却与周海妹特别合拍。 两人在一起整整十二年, 不过最后也是分道扬镳。 因为男友想结婚, 可周海妹不想, 多年后她吐鲁心声, 结婚生子看似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必经过程, 但绝不是唯一的选择, 什么算完整? 如果遇到了完美契合的另一半, 并不一定非要一张证书证明你们的关系, 一直有爱才算真正的完整。 这一年, 周海妹已年过半百, 她也很清楚这个决定, 会为自己之后漫长的人生带来许多结问, 但是她不在意了。 2002年, 36岁的周海妹来北京拍戏, 听到了刀廊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, 看着北京冬天的大雪, 她爱上了这座城市, 最终决定留下来。 她从香港搬到了北京, 在乡下买下一栋别墅, 有花园和菜地。 不拍戏的日子, 周海妹就下地劳作, 顺便摘几朵花。 如今56岁的周海妹留了一头利落干练的短发, 笑意明媚, 与朋友吃遍北京的烤鸭, 与两只金毛作版, 外界认为这样的周海妹过于孤独, 但她即使有抚养下一代的生命体会。 北京大兴区的福利院, 有几十个被遗弃的孩童, 长期受她资助, 她总是前去看望这些孩子。 周海妹参与公益的时间, 几乎与她进入演艺圈一致, 她到甘肃与西藏捐助, 看望贫困的孩子与母亲。 她自洽地活着, 也偶尔出演角色。 2018年, 距离1994年, 周海妹出演《周芷若》一角, 已经过去29年了, 美人也老了。 这一年, 周海妹出演了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灭绝失态,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, 有人嘲讽她老了, 甚至有人直言, 长得再好看又怎样, 一把年纪, 没伴侣也没孩子。 网络上曾充斥着, 周海妹出演《灭绝失态》的种种感慨, 但是周海妹本人却异常平静, 不同的年龄, 要面对不同的事情。 我走到今年已经50多岁了, 演《灭绝失态》非常合情理, 没有冲突, 感慨是观众的。 她不再解释, 直接退出了微博, 留下一句, 一生何求, 谁计较赞美与诅咒, 再见, 继续我的地阔与天长。 视频中的影像, 是这几十年她出演过的各个角色, 从年轻到变老的样子。 背景音乐, 是1992年周海妹主演的末代黄孙主题曲《闺蜜心窍》。 在李宗盛的歌声中, 人们回忆起曾经风华绝代的周海妹, 但一路跌跌撞撞, 看似支离破碎, 其实, 不过是命运之手早已捏好的模样。 周海妹说, 不必唏嘘。 我是十一,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恳请大家点赞, 订阅。 如果还想听我讲其他人物,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 你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